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上次做了這樣的一個定理 這個是星期二我們做了一個定理 其中就是實際上比較類似第二第三 第二第三兩個命題 那簡單來說就是積分 你的函數比較大的時候 你的積分你的面積就會比較大 那這個是非常直觀的一個東西 然後有一些時候呢 我們需要是所謂的絕對大 尤其是譬如說你可以想像這個G如果是零的話 F是大於零的 我們希望就是說這個面積按道理應該也是大於零的 這個一般是對的 但是呢我們要證明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有一些假設就是連續 那這個就算是不連續的時候呢 事實上也是對的 但是呢我們現在的工具呢 還不夠 這個要學到這個十遍函數論的時候呢 才能給它證明 所以呢 這個我有一個fact 那個fact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B呢 FG只要可積也是對的 但是呢我們現在的證明呢 要連續 那這個證明簡單來說就是 你FG呢 比如說這個是G 我的F可能跟G呢 大部分地方都一樣 但是只要我一個小地方比它大 那相當於就是說F 那相當於F減G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函數 那你只要 因為它們是連續 你只要有一個點呢 比它大的話呢 那你附近呢 只要一個小區間都比零大 那這個F減G都比零大 那我們就 而且不只是比零大 比二分之它的 比较大 那你就撐起來 這裡有一個正面積的一個東西 那你的函數的積分 只要比它大 那而這個是正的 所以你的積分 就大於等於 這個新的函數的積分 那我說是 就是某一個X0-Delta X0加Delta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高度 這個高度呢 大概就是FX0的一半 而這個是一個常數 乘以兩個Delta 所以它是一個正數 那你就會知道它是絕對大 那現在呢 我們做這個呢 基本上也是用那個技巧來做 OK 那C跟C部分呢 也是花不少時間的 那特別的話呢 你FG是可G 如果個字是可G的話 它們的乘G也是可G 那特別的話 F平方也是可G 事實上在這個正面裡面 我們也正了 F平方也是可G G平方也是可G 那順理成章 三方四方都不會有問題的 那當然這個Integrable就是F是Bunded的 有介的漢數 那就沒有問題了 好 所以我想這裡我就不寫了 那我們就有這樣子的一個 然後最後呢就是F絕對值也可G 而這個積分呢就比F的來的大 那F的積分可正可負 有可能是負的 那但是絕對值的積分一定是正的 那是一個比較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當你 這些積分的不等式呢 是重要的 會跟你高中的東西可以結合 那可以做很多很多東西 尤其是做一些估計 明年呢你們學這個數字分析 甚至是你在機率裡邊 數字分析裡邊要講什麼誤差啊 之類的東西 就是我算出來是一個我不精確的 我用電腦來算是一個不精確的東西 但是那個誤差有多少 我可不可以講得清楚 那這個也是一種學問來的 那就是要靠這些不等式才會做得出來 那好 那然後 我在 這個是第一個 我在星期二的時候呢 也講了這個東西 Kauchy Squash Inequality 中文就翻著就是 Kauchy不等式 Squash就給去掉了 好 那實際上 如果你原文的話呢 在英文來說呢 Kauchy跟Squash Squash Squash是 瑞士跟德國的一個 在兩個地方都有的一個數學家 那他說 他說 如果Fg是Integrable 我這裡不想 不寫成一個定理了 那 只是讓大家欣賞一下 這個是書上的 一個席題來的 就是F乘G的積分 會是F平方的積分 跟G平方的積分 那因為我們前面已經講了 就是說FG 如果F跟G是可積的話呢 這個是可積 這個是可積 這些積分都有定義的 都是一些實數 那我們就有這樣子不等式 那這樣子的不等式呢 就類似我們的這個核 就是AKBK的核的平方 是小於等於A平方的核 B平方的核 BK平方的核 不是嗎 如果我有N對的 我有N對的那個 那個 十數 AKBK 那他們 我們在高中的時候呢 學過科西 那就是 就是這樣子 那現在我們的積分呢 都是一些核的 核的極限 它是一些REMAN SUM的極限 那 就有一個對比的 一個 用積分來表達的一個不等式 是這樣子 那 而且呢 證明的方法呢 是 可以是一樣的 那 我們現在要給這個證明 一般 好 大家來看看 是 當然要 要比較小心了 所以積分的 就 比起這個核實呢 就 要 比較細緻一點 所以 我們的 如果FG是可G的話呢 F-G 也是可G F-G的一個常數 倍數 也是可G 是這樣 那 然後 如果它是可G 那它的平方 也是可G 而且呢 這個平方呢 無論T是什麼 都是大於等於0 對不對 好 好 那就 imply呢 是說 它的積分呢 也是大於等於0 這個是對X的積分 F跟G呢 都是X的函數 那 好 那這個積分呢 我可以給它展開 事實上你G了以後呢 你展開了 你展開了 應該是不難看得見 它是等於這個東西 好 好 那我們有 這個 這個是二次多像式 給它展開 有一個F平方 減去兩個TFG 再加T平方 G平方 那這些T啊 跟這個積分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積分是對X來做的 所以呢 我可以給它抽出來 它就是一些常數的倍數 好 那我就得出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好 那G了以後呢 這個X上是不見了 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數字來的 這個也是一個數字 FG的積分是一個數字 這個也是個數字 你可以看成是一個大A 大B 跟大C 所以對T來說 這個是一個二次多像式 好 這個是一個 我們叫做說一個 Quadratic Equation in T 十一個二次多像式 好 那我們只有兩個case 第二case就是 而且呢 它是 就是 對於所有T大於0 都有對的 就是 你這個獅子呢 就是 一定要大於等於0 我帶什麼T進去的話呢 結果都一樣 那 只有兩個case 第二case呢 就是 你這個積分呢 G平方是等於0 好 那如果你G平方等於0的話呢 我們就 這項就沒了 剩下來 那我就說 這個東西也要等於0 為什麼 因為呢 如果它不0的話呢 我就會某一些T呢 某一些T極端的話呢 會做到就是說 這個差異呢 是 小於0的 就是這個不等式呢 是 不對 好 如果是這個樣子 則 我就說 這個東西呢 一定要等於0 好 因為 如果不是的話呢 我就會有一個T呢 我就存在一個T0 使得 就是說 T0乘以你這個常數 是負的 這個F平方的積分當然是非負的 那我的T0可以配合你的 這個號 我不知道如果 if not 就是意思就是說它非0了 非0可能正可能負 但是我可以用一個T0配合它 使它是 絕對0 是絕對小於0 那就跟我這個 我的意思呢 是抵觸的 跟我的意思呢 是抵觸的 所以這個也不對 這個也不對 那 因此呢 我就有 這樣子等於0 那 如果這樣等於0的話 那就 我的Koshy Squashy inequality 就成立了 如果我這個等於0 我這個就要0 那 所以 這個是一個等號 這個不等號也是對的 所以 我的CS呢 就成立了 那 一般的狀況就是 我的G平方是非0的 那 這樣子的話呢 我的意思呢 我就可以 將這個G平方呢 給它 給它 事實上也不用了 我們的意思呢 相當於就是說 是一個 A T平方 再加 B T 再加 C 大於等於0 是這樣子的一個 A B C 就是一些 常數 2 那 OK 一人二次 那 我當然會有 就是說 我這個B 就是 B平方減 這個是FOROT 都對的 那 而且呢 這個A呢 這個A是 如果它不0的話呢 事實上它就是 它就是 它是 大於0 它是大於0 這個G分是大於0 那 所以這個是 用這個畫圖來看的話呢 就是 你的 你這個函數呢 就是一個 向上凹的一個函數 對T來說 然後它每一個點 都大於0 意思就是說 它就是 沒有0點 它頂多就是 就是這樣子的狀況 是這樣 那 所以我們的那個判別式 英文叫Discriminate 就是這個B平方減4AC 就是要小於0 就要小於0 那B平方減4AC是什麼 那 回去 我這裡就是說 4倍的B平方就是 4倍的B平方就是 就是你這個FG 不如我 好了 減掉4倍的AC AC就是 這個東西 那就是 那就是要小於等於0 那 當然就是表示說 我 將這個4呢 給它越掉 然後呢 這個東西搬去右邊 那就是 我們的 Cosi's Cross 就成立了 哪裏 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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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沒有嗎 EQ EQ 你說是這個嘛 對不對 Quadratic Equation in T 意思就是說 以T來說 它是一個 一元二次方程式 Quadratic是 是兩次的意思 Quadratic是兩次 一元二次方程式 就是 就是這種啊 我用方程式可能也不太好 這個是一個不等式來的 它是 inequality 對不起 改一改 Quadratic inequality int 好 那就去到兩次 二次的都上去 我原來的講稿呢 事實上是 這個A呢 是 要放在分母的 但事實上也可以不放 像在這樣子 所以 在這個狀況底下 事實上 1的這個狀況 事實上是吸收掉的了 可以吸收掉 在這個2的狀況 我們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去討論的話呢 就 整個 就是 它是包含著所有的狀況 所以事實上 Case 1是可以不談的 好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地方 去到這些 這些 這個不等式呢 我大概講到這裡 有關這個積分呢 我們在書上裡邊呢 還有討論的一些東西的 特別重要的 就是一個叫做分布積分 但是分布積分 我想還是滿自然的 那 是這個所謂的積分的轉換 這個我覺得需要談一談 好 那這個是我 這裡 最後一個定理 就是我們的 Change of Variable 或者是 叫 代入法 我們積分方法裡邊 有一個代入法 Substitution Method 那個是非常好用的 我們有很多的積分技巧 分布積分 部分分式 什麼什麼 但是 都不比這個有用 那 是怎麼樣 就是說 我們說abf的xdx的話呢 我可以 事實上是兩邊走的 就是如果有一個很複雜的積分 我們呢 可以看到有一部分呢 事實上是裡邊的一些部分的微分的話呢 我可以給它濃縮成這裡 然後呢 這個不是ab 這個是alpha beta 對不對 是這樣 但是 如果我現在呢 有一個 好像是簡單的積分 可是我沒辦法去給它 比如說 我們碰到一些更好的東西呢 那我們 反而是 將這個x呢 放成一個phi 來 用右邊來幫忙去做 我弄得繁雜了一些 可是呢 我那個有辦法積 有這些 用部分分式啊 之類的方法可以幫忙積分 所以是兩邊走的 那這個是積分方法裡邊最重要的一個方法 那大家要熟練 那條件是什麼 F在ab上面是連續 連續當然可積 然後呢 我的5'呢 我的5'呢 是 5'也是ce的 ce的意思就是 它的尾分是連續 然後5'呢 是橫正 我這個條件 我這個條件是 是這樣子寫吧 是我的5'呢 是將ab呢 是 5'ab呢 引過去 alpha-beta 可以嗎 它將ab呢 引過去alpha-beta 折 我這個獅子呢 就成立了 我可以先給一個remark 這個theorem呢 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我先給一個remark 就是這個theorem呢 我減弱一點也是對的 就是 it's true 如果 我不要連續 我就是 可積 這個也是對的 但是 事實上 大部分我們用的 用的例子呢 都是 比較好的 我們都是 這些都是什麼 x平方多少啊 或者是 一些代入的 所以 由於這個積分的 這個所謂的代入法 我們才有不定積分的 相關的代入法 而 這個代入法 對於積分來說 事實上就是我們的chain rule 對於積分對照的那個方法 事實上就是因為chain rule 所以才有這個代入法 我們可以看的 要給一個例子也是可以了 大家看一看 是這個 一個x三方加1的 這個 五方 x平方 dx 譬如說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所謂的右方 因為 我的 這個就是我的 麻煩的地方 就是我的這個phi t 我可以用t了 可以用t 所以 ok 所以如果我的x呢 是等於t三方加1的話 那我這個就是x的五方 那我這個部分呢 就是 相當於就是說是5't dt 但是5't呢 插了一個常數 就是3 那我補上去 就是dx 除以3 那 那就好了 那就是0 當t等於0的時候呢 x等於1 t等於1的時候呢 x等於2 那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积分 對不對 所以我就有呢 就是說是等於x的六方除以18 從1到2 那我就可以算出來這個值 x的六方呢 是64-1 就是63 63除以18 還可以月份 就是2分之7 那就是一個這樣子定理的一個應用 我們直接用代入的話呢 是更快的 可以可以做更快的 那某一些狀況底下 我們可以從這邊走過來這邊也是有的 那所以是一個重要的方法 而它為什麼會對 我已經講了就是chain rule 那 好 所以 我這裡呢 這個是remark 是第一個 我還沒講這證明 第二個 第二個remark就是 我這裡5'呢 是 是 大於0 小於0也是可以的 5'大於0相當於就是說 我這個函數呢 我這個phi呢 是嚴格地震 但是它也可以嚴格地降 那個道理呢 都一樣的 基本上 嚴格地震跟嚴格地降 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 意思就是說 我x跟t呢 是一一對應的 這邊 我這個積分 事實上是說 我這樣這個x呢 用一個 就是 原來有一個函數 我通過一個 這樣這個x呢 變化以後呢 我變成 譬如說 這段呢 我拉長一點 譬如說 這段我拉長一點 那段我縮短一點 是這樣子 然後 但是 我將那些比例呢 在這裡呢 又再 給它調整以後呢 我將這邊 又放大 怎麼樣子 使得 我得出來的面積 是一樣的 是這樣子 我這裡 給它 這個t 給它拉寬一點 但是我這裡 因為有一個5't 所以可以調整 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不是一一對應的話呢 你這個 這些東西 就不成了 就 完全是 不可以的 那所以 strictly increasing 跟strictly decreasing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它是一一對應 那我們這個方法呢 就會成 OK 那 證明 證明是簡單的 因為基本上就是 微積分基本定理 那 因為它是 所以5呢 是strictly increasing 它是絕對值大 那個微分大約0 所以 它的區間 從ab 它事實上是從alpha beta 引過去ab 不好意思 那這裡呢 我想還是寫的不大對 是alpha beta 引過去ab 這個才是對的 就是我的t是在alpha beta 我的phi呢 引過去呢 就是這個x呢 就是等於ab 是這樣 那 所以我就有呢 它是strictly increasing 所以最小 對最小 最大 對最大 so 我們就有呢 就是 phi的alpha 是等於a phi的beta 是等於b 是 是這樣 那現在呢 我的 這個 對於所有的t 在alpha beta 裡邊 我就定義 事實上是 是這樣子的 定義這個g of t 是等於什麼呢 是等於 我的fx dx x從 x從 a到 phi of t 扣掉我的 alpha 到t f的 phi of s phi prime of s ds 就是這個beta 跟這個b呢 我先不要 我將它 這個beta呢 畫成是一般的t 那這裡呢 那些 那些 變量呢 我就換了另外一個符號 那就是叫s 那這個b呢 我就寫成就是 phi of t 那這個b是對照著 beta的 b是對照著 beta的 那如果它是 這邊是t的話 這邊就是phi of t 那是 是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一個函數 那我就有呢 就是 它因為 phi有這麼好 f有這麼好 f有這麼好 那 所以 這個 這個函數 當然是 是一個 好的函數 特別的話呢 就是 g0 g alpha呢 是等於A 是等於0 好不好 g alpha 是等於 我的 a 到phi alpha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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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到a 扣掉我的alpha 到alpha 是等於0 然後 裡邊的函數 再按照我現在 這個定義底下呢 它是 連續的 連續的 所以呢 都是可為的 and g呢 is differentiable on 這個開區間 alpha beta 這個 這個 第一個 fundamental theorem 告訴我們 所以我就可以 微分 那 微分出來呢 就成了 那這個 微分 是對t 來微分 所以呢 是先對這個 u 等於phi t 先對這個 來微分 就是f of u 然後再chain rule phi prime of t 這裡我們就用上chain rule了 第一項呢 就是這個樣子 把這個 它是我們的第一個 這個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我們有這個 第二個 就簡單呢 因為直接就是對t微分 所以呢 就將這個t帶進去 是這個 那兩個都一樣的 換句話說 它是很等於0 微分是很等於0 那 這個是 這是 均質定理的一個 一個 一個推論 你微分等於0的話 你就是常數 g呢 就是一個 constant 這個常數是什麼 它是等於g alpha 等於0 那 換句話說 就是 這個是 這個 特別的話呢 g beta等於0 就會imply 我的 那個 a到 phi beta 就是b f呢 是不是 這個是 alpha 這個是beta 這個是s 好不好 好 那這個就成了 因為這個b呢 就是等於5 beta 這個微分定理 基本定理呢 是非常好用的 那這個就是 基本上就是我們 的 積分的理論 那 我們這一張重要的 就是這些partition 那 然後 我們 那個 定理4.8 裡面 講 那些 等價的條件 那利用這些等價的條件 我們就 維持分的定理呢 就可以整得出來 然後 它後面的 還有一些 推論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第四章